我 忘带钥匙了 说吧 你那位朋友又遇到了什么困难 没什么 就是被他暗恋的人拉黑了而已 为什么 他违背了约定 踩了对方的雷区 你之前说得对 有些秘密啊 是不能轻易触碰的 哪怕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 这一次 是他自作自受 你知道 蓝胡子的故事 其实还有另一个截图吗 明知道对方会经不起诱惑 但还是给了他钥匙 与其说 是为了测试信用度 不如说蓝胡子一开始 就希望妻子进入他的房间 他希望的是 即使对方看清了事实 但依然能够接纳真正的他 很显然 他历任妻子都没做到 难道说 季炎先是故意给机会 让我去了解真正的他 你好 我点的外卖 给你 点的什么 火锅吗 不行啊 走吧 我去吃火锅喽 走 我帮你提 你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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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放弃了 谢谢你啊 思琪 多亏了你 我心情好多了 本来嘛 也没有什么好生气的 欺负你那个人现实中叫什么名字 我帮你出气 不怪他 其实都是我的错 我还以为只有我哥那么讨人厌的 道路主真是恶德剧啊 你哥有那么夸张吗 何止啊 我当时离家出走百分之八十都是因为他 现在因为补办证件又要跟他见面 烦死了 那他今天同意见你了吗 怎么可能 我一下午都在打电话 他根本不接 我还以为 这么多年他能有点改变 是我想多了 我确实辣椒后劲好大呀 来来来 喝口渴了 喝口渴了 慢点啊 没事没事 今天还是我们告别舔狗 学会独立行走 千万不把自己的喜怒哀乐 吸在另一个人的身上 所以狗子让你那高冷的哥 后悔去吧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